第331集 两面夹击 莫小鱼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句玩笑 就在拉扯间 其中一人还真的拔出了刀子 向莫小鱼的脖子摸了过去 他一边紧紧的拉住陈婉英的手 一边仰面躲过这一道 但是此时他意识到 这些人不是善茬 必须速战速决 再拖了可能来的人更多 所以当他再次直起身体时 抬起就是一脚 狠狠地踹在了拉着陈婉英的人的膝盖处 出手就是杀招啊 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 这家伙因为膝盖处剧烈的疼痛 而松开了陈婉英 也许是因为现场太乱了 如果再安静一点 应该可以听到对方骨折的声音 膝盖处的结构太复杂 这小子这辈子要不是瘸子 就算他幸运了 此时啊 陈婉英虽然紧紧拉着墨小鱼 但是已经是脚步亮枪 跑不动了 好在此时啊 墨小鱼已经完全控制了陈婉英的身体 只能是一弯腰将其扛在肩上 向着旁边的小巷子里跑去 可是门口此时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呀 见到墨小鱼扛着人跑了 这可是老大今天晚上要的人啊 怎么可能被人劫走啊 所以紧紧跟在后面发狂的追赶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这样难受 难受啊 此时陈婉英在墨小鱼的肩上被颠的是五脏六腑都挪了位置 不停地拍打着墨小鱼的后背 虽然力道轻微跟锤背似的 墨小鱼也想停下来换个姿势 但是后面十多个人拿着砍刀和棍棒 在紧追不舍呀 自己扛着他已经是够沉了 哪敢停下来 墨小鱼一路都在拦截出租车 但是出租车看到他被这么多人追赶 哪个敢停下来拉他 自己还要在香港混饭吃呢 哪敢得罪黑社会呀 虽然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地图 但是事实证明 你研究的再透彻 依然还是比不过那些本地人 墨小鱼很快就被堵在了一条小巷子里 而且还是两头都被堵住的 英雄就美呀 你小子可以呀 扛着一个人还能跑这么远 跑啊 你怎么不跑了 一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家伙 用片刀拄着地 弯着腰说道 墨小鱼一看 看来这不打一架是走不了了 确切的来说 是不把这些人全打趴下 是走不了了 小巷子很窄 一起上也不可能 但是前后都被堵住了 至少可以两面夹击自己 可是自己身上还有一个陈婉莹啊 而且此时的陈婉莹 脸色更加飞红 呼出的气体都是热的 虽然有点淡淡的酒气 但不是那么浓烈 墨小鱼就奇怪了 陈婉莹是一个律师 应该很谨慎 怎么可能在夜店里被人给下药呢 哎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不想杀人 但是把我逼急了 你们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 靠 香港还是个想法治的地方了 没想到这么乱 早知道就不来这个鸟地方了 墨小鱼自言自语道 然后将陈婉莹 从自己肩膀上卸下来 将其安抚在了墙根底下 但是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武器 可对方手里不是刀子就是棍子 墨小鱼可赤手空拳呢 抬头向二楼看了看 发现窗台下有晾衣服的架子 两边是三角铁固定在墙上 中间有铁丝连着用来挂衣服的 陈婉莹所待的墙根 正好是一户人家的窗台底下 所以墨小鱼安顿好了陈婉莹之后 原地跃起踏在一楼的窗台下 借助窗台的力量继续跳跃 伸手勾住二楼窗台下晾衣服的架子 在那伙人还没回过神来时 晾衣服的架子硬生生的 就被墨小鱼给拆了下来 看起来像是一件很趁手的兵器 可以当双截棍来使 来吧 谁先上 还是一起啊 墨小鱼往前踏了一步 但是还没踏出第二步 居然被陈婉莹一把抱住了腿 让他动弹不得 你不能走 不能走 陈婉莹此时已经陷入到迷幻的状态了 等会儿啊 妈的 他们给你吃了什么呀 混蛋 墨小鱼问道 墨小鱼此时反倒是镇定下来 一弯腰将陈婉莹从自己的身上拨开 划手围刀 狠心的砍在了他的脖颈上 陈婉莹悠倒下 不再纠缠墨小鱼了 此时啊 那个带头的家伙看到墨小鱼下手干净利索 像是个练家子 而且刚刚徒手拆下了二楼的晾衣架的一幕 已经让这家伙非常的忌惮了 给我上 不计死活 把那女人给我抢回来 说完 这家伙向后退了几步 身后的马仔开始围了上来 因为向道狭窄 所以基本上就是每次四个人上前攻击 两个方向 一边一个 而趁着攻击墨小鱼的功夫 后面的人呢开始猫着腰想去拉陈婉莹 打仗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把陈婉莹带走啊 因为时间紧迫 墨小鱼没时间和这些人在这里耗 害怕招来更多的人 所以出手都是杀招 一副铁三角的晾衣架 被他捂的是水泻不通 而且但凡是被这东西接近的人 首先都是脑袋开花 接着就是一声声的惨叫 与此同时啊 往往是墨小鱼在和一个方向的敌人对打时 后面的人呢就会趁机偷袭 可是等到墨小鱼将对面的敌人击退 反手将铁三角向身后制出时 不是砸到脸 就是砸到眼 不瞎也是头破血流 三分钟的时间不到 十个人倒在小巷子里 此时啊 只剩下那个带头的家伙拿着砍刀站在小巷里了 他此时还没想到要跑 墨小鱼也没给他思索的时间 手里的铁三角远远的投过去 在他转身抱头鼠窜时 铁三角终于是砸在了他的后背上 这次铁三角终于是砸到的 铁三角终于是砸到的